公車搖搖晃晃 向前行駛 但車內患有人大聲喝趣 直接一鳴戴著帽子的男子 朝著不外座的方向不斷斥責 就連一旁想緩夾的女子說話都被拒絕 依次真的受不了 男子連續咆哮 坐在不外座的女乘客終於出身 強調自己的身體不舒服 才會坐在這兒 不過這名男乘客似乎不肯罷休 強調後面還有很多空位 年輕人要坐在後面 衝突發生在新北市永和的57路公車 當天有其他乘客上車後 明明車內還有不少空位 這名男子卻要求坐在不外座的女乘客 換座位 引起其他人不滿 開口阻止 有人看不下去拍下全程並PO上網 希望大家能夠體諒 畢竟不外座除了老肉婦孺 還有一些人有需要 但不一定能從外觀上繼續發現 二座爭議屢屢引發討論 曾有人為了爭座位 直接在車廂內兩刀起爭執 也有學童坐在不外座 無故遭乘客當場推頭警告 事後這暴力舉動遭檢方起訴 認為就像公然打人巴掌 設計公然侮辱 不外座的設計 好意思讓有需求的人使用 臨近出口 上下車方便 不久年長者 孕婦可以坐 畢竟年輕男女生都可能會有需求 生理期不舒服 身體部位受傷 等一些看不到的症狀 希望乘客間彼此多分體諒 讓需要的人能夠使用 TV越新聞 知晨文燕君 請支持TVB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 全新頻道